有没有这种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呈现的视觉效果呢 像例如说我现在点2013 然后它呈现这个17万5 可是我会希望它的轴这个坐标轴还是维持80万 不要变动 而且呢而且我会希望说看看说2013年是不是占那个四分之一这个比例 好如果说你想要看到就是说跨年之间的关系 那么您必须要学会仪表版的技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操作要怎么控制 首先先把所有的所有的例如说设过仪表板控制的方式先关掉 例如说刚刚这边使用了use us filter 点一下它就变成什么了 don't use us filter 就它就变没有做筛选了 这个也要去做 可是假设你这边有三张资料表 你也不知道哪一张有做哪一那一张没有做 那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现在我们在仪表版嘛 怎么样拿掉所有曾经做过filter的方法在这里 它这边有一个功能表 其实我们介绍功能表的机会不多 我不想要各位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好的软体啊 好的软体其实基本上的一个操作啊 比较少会用到一些其他的功能 他都把这里面的相关功能写进去了 可是呢 接下来用我现在要做特殊的操作 所以点选跟仪表板相关的功能 所以点选dashbow 点到dashbow这边 接下来有一个叫做action action就是行为 行为 行为在美工软体里面 它翻成叫做behavior 我觉得翻成比 它用behavior比较不太适合 那我们这边用是一个 就是动作的意思 动作 那我们来设定一下 dashbow的actions 然后在这边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filter 我们就直接把它什么 remove掉 这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张工作表 曾经做过任何的action 这边全部都有记录 接下来呢 那我是不是想要去设定那个高亮 高亮的模式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当我 我是科技类这个产品 我要设那个仪表板动作的时候呢 我希望 我希望别张工作表 不是要 透过filter的方式 而是透过高亮的方式 显示什么呢 透过高亮的方式 显示 有使用 或者有属于当年 或不是属于当年 或属于这个类别 不是属于这个类别 全部都显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透过这个 aid action 增加一个action 而且呢 不是用filter 而是用highlight 好 那这边呈现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 它是说 当我现在我设定的是 highlight1 什么的highlight1呢 这边我建议各位 您可以试着去打 例如说 我是针对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highlight 然后呢 各类产品 类别 点选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说 当我今天在这个仪表板 控制的时候 这个有三种操作方法 一个是hover hover是滑鼠 移过去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是选到的时候 选 选的意思就是 一定要点一下它 才叫选到 点一下它 才叫选到 预设是这一种 那menu的话 它可能就可以再去 多做一些控制 例如说 menu就是一个选单 选单 所以一般我们大概就只有 透过 select 或者hover 来去做设定 好那我们现在去用预设 好那我们现在去用预设 再接下来 target select target shift 是什么意思呢 其他两个工作表之间的变动 其他两个工作表之间的变动 我们全部都要应用 好就是应用这个高量的情形 好所以其实当你今天选 选用高量的方式来呈现 好来去做仪表板联动行为控制 这个时候啊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改了 而且我建议各位 未来我们公布的开放资料 一定是用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个时候呢 一定都是用highlight 而不是filter ok点选 ok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看哦 您可以仔细看一下这边的坐标 例如说六百可以例如说六十万 三十万 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technology 我们现在来看technology 这一个类别 点一下 您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通通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情形 通通都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性 为什么 那这边可能就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当我点它 点它 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任何的颜色的改变 好 那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呈现的资料 我们是以什么为主 我们是以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的销售 可是在这个地方却没有用到任何产品类别 所以变成说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跟这里面增加产品类别 好 我们回去加一下 回去加一下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点它嘛 那它必须要去呈现什么 它必须要去呈现就是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各类 各类这三类产品的销售啊 可是 刚刚在做 之前在做各年销售统计 有没有放进去这个technology 这些产品类也没有嘛 我们现在加一下 例如说 回到这一张的工作表 点一下它 您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产品的类别 没有 OK 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把产品类别 例如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主要的产品类别 直接翻过来 看您是要以 例如说 什么方式来去呈现 那当然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直接放在这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直接放在这边 那当然如果你放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 有看到 它就分别 用三种家具 然后用颜色来呈现 好了 我们先还原一下 那如果用大小呢 你就会发现它用这三个 三个提醒来去呈现 总高度没有变 好 可是它用三种不同的大小来去呈现 那还有 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 我们该放什么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就直接 直接这边 放来 放到这里 好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意思 它就变成三个区块了 三个区块 三个区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 仪表版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 当我点一下 Tekonology 有看到吗 这边呢 这个 整个 现在我们是全部呈现资料 然后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仕图里面 是不是也有看到 一模一样 就是说 这是90k 90万 60万 30万 好 你看 刚我点了 科技类 你看 它这边是不是还保留 原有的资料 好 原有的 这个轴的坐标 全部都呈现 所以 这个概念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唯一美中不足 我要特别强调 折线图例外 折线图例外 各位 现在我们所呈现都是面积 以面为导向 它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 折线图 它是不是只有线条 它是不能做到这种高量呈现 好了 那相对的 还有一个 各月销售 要我们回去 然后把这个 产品的组分类放下来 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咯 刚刚的仪表板 如果说我们现在全部呈现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只要看这个technology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9月 11月 12月 它的高度不是很高 还蛮平均的 跟什么10月来比 它是蛮接近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 Furniture 有看到 有看到 就是说 这个的大小 三个之间的一个差别 这个的大小 一样 都差异性是蛮大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当我们今天 有时候可能呈现资料的时候 会以高量的方式来去呈现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 一个使用时机 而且多半我们会用在开放资料上面 因为当别人要去做那个联动呈现的时候呢 他不希望你用过滤的手法 而是使用高清 高量的方式来去呈现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可能您会问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那我请问这张工作表 要不要设高量 这张工作表 要不要设高量 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只设了一张 就是设了一张 就等于全设了 好 因为我刚刚我们第一个选项 这边 Dash Dash 然后 Action 针对它 我们来编辑一下 这边是不是三张工作表都打勾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一口气就把所有 我高量要应用在一张工作表 好 所以 其实我们都已经设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是真的这样子吗 好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刚刚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把 类别加进来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如果点2013年 这一个是什么 科技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变成2013年 1月到12月 然后科技 但事实上 它这边选择的不是真的2013年 它这边会 这边所代表的意思是 所有 2013 2014 2015 2016 这四年的1月 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因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 有没有类似像刚刚建立好 刚刚那种产品类别的关系 因为请问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把月份给它 并没有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当你点到2013 你看整个Technology全部都选到了 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根本就代表说 这四年 这四年 每一个月 它的一个销售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当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正确的一个选法 应该怎么选 Dashboard 刚刚的Action 产品 各类产品 Highlight 然后编辑一下它 另外两个就不要勾了 可是你不勾会变成什么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它 它没有反应 好 所以记得 记得 当我们今天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以这一张 最左边这一张 来去呈现高亮的行为 好 所以我们改回来 好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以左边当作是一个类似筛选的一个条件 然后右边再去呈现相关的结果 再一次的提醒 折线图 里外 因为折线图它没有面来去呈现 它是一个线 这是仪表板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玩一下仪表板